劉業強就告這個網台《升旗易得道》誹謗 為什麼呢? 反正我不是想說這件事 我看到這段新聞之後 就看到在這裏樓下留言 網友對《升旗易得道》的評論 但網友就踩到《升旗易得道》很嚴重 又說你們兩個不斷勾吹一件事 不斷勾吹 我說不看了不看了 但是為什麼他仍然有這麼多人看呢? 那些點擊 劉業強就說 《升旗易得道》在本月十日發布的影片裏 說他誹謗他 他說 入面談及劉王發家族出租屯門倉庫 給快艇走私發集團傳放快艇 利用走私活動謀利等等 劉業強就要求法庭發出禁制令 禁制對方發表類似的誹謗言論 移除接案影片 下令對方追書面道歉 並追討相關損失 老實說 劉業強 那你真是太惡 你這樣說 反而人們第一 他更加肢體 是的 你這樣說 反而人們第一 他更加肢體 你這樣說 反而人們第一 他更加肢體 是的 第二 其實我沒有聽過內容 你的標題是說你的家族 家族可以引申到很大的 你不知道 什麼遠房親戚的表弟也可以 你整個家族的東西 你全部都知道嗎 不是 首先要這樣說 第一 第一 我真的覺得 劉業強 你真是令他們更加富有 第一 第二 喂 你又要別人移除影片 又要別人書面道歉 原來還要追究別人賠償損失 這裏太什麼了 那我就再採你按鈕 你叫我移除影片 那我就移除影片 你叫我書面斥協 那你還要我賠償損失 我怎麼搞呢 人家都不在 你咬幾乎 其二 其二 人家在英國 就是 YouTube 的伺服器也不在香港 對 YouTube 假如你告YouTube 我當你這麼把炮 你劉業強也不簡單看少 YouTube 我覺得他一定有面責聲明 就說裏面提供的內容 不關他們的事 一定有這些事情 其實你最多是向YouTube投訴 搞這麼多事情 你現在這樣說 你連那個律師信 你都不知道能不能給他 如果我是星期二得道 我暫在言論自由的立場上 我先不要說這件事 這件事如果有沒有證據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但是 真的沒有證據的事情 為什麼我沒有說過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沒有證據 你真的可以租給別人 尤其是有這麼多地 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還有你家族 你叫做 就算是指名途性說我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他用來做非法的事 是擺艇的 就是艇 他把槍放在那裡 我都可以不知道 但是他把槍放在那裡 我也是租了一個地方 給他做非法用途 他把艇放在那裡 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非法 他現在要做大飛 我就知道 如果你要說就知道 好像是劉業強 基本上 但是如果我是升而得道 你這麼招職 我就再講多一次 評論你 打壓我們移民自由 還有這個處理 是最差的處理 偏偏他就用這個處理 老實說 你身邊沒有人跟你說 其實上個星期 也沒有人理會 有些人聽完了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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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這麼認真 你真是 為什麼這麼認真 你八爺肯定不會這樣處理 濕碎到不濕碎 這些你問別人 最多會向YouTube投訴 他瘦就瘦 不瘦就不瘦 你投訴也無論為 笑一笑就算了 你說什麼都可以 無論好笑 這個劉業強